性生活后的这种腐痛 其实有很多因素 有时候可能是因为生理性的因素 例如说我们这个女性 因为我们这种女性的这种尿道和阴道挨得比较近 尤其是我们的子宫前方就是膀胱 后方是直肠 有时候同房的时候 尤其是性生活比较激烈的时候 这种男方的这种压迫 可能会引起我们这种局部的这种子宫的位置变动 可能会引起这种腐痛不适 也许性生活的时候就已经有腐痛 只是说性生活的时候这个关注力 实际上不在这种疼痛上面 可能我们也没感觉到 性生活过后我们才感觉到这种腐痛 虽然这种腐痛的话 可能过一段时间也就自我可以缓解 还有一个就是 有时候这种经验刺激 有时候过敏也会引起腐痛 那么这种因素的这种腐痛 其实可以不用太多的这种担忧 我们有时候这种性生活 平缓一点可能自我就会改善 那么有时候可能是 盆腔的炎症 你同房了以后会加住这种疼痛的感觉 那么这种炎症就需要及时的抗炎治疗 这就是刚才我曾经提到过的 如果性生活引起你这种黄体破裂 这种疾伏症的这种疼痛 一定要及时的治疗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